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范冰冰的爱情故事 此前 基本上都是飞蛮 或者说 都是一些传言 传言中的人 还是有不少的 但是 范冰冰从来都没有承认过 在这样的现实下 许多人也就知道了一点 那就是 这些都是不算数的 不过 遇见李晨之后 一切则完全不同了 二人 不仅选择了公布恋情 而且 时不时的 还秀秀恩爱 之后的二人 更是有了婚约了 毕竟 李晨已经求婚成功 在这样的现实下 许多人觉得 二人结婚 似乎是迟早的事情了 最近对范冰冰来说 则是有点低调了 因为 她本人也已经从微博的金威变成黄威了 这背后的原因 就是发冰冰的微博阅读数跟不上了 答案很简单 那就是发冰冰基本上没有发微博了 也就是说 她低调了许多 什么都没有跟粉丝们分享 一切都是自己默默的承受 也因为种种的是非不断 对发冰冰来说 最近的她 还是很受关注的 那就是 粉丝们都想知道 范冰冰怎么样了 最近的状态如何 这些 的确是很值得关注的问题 甚好的是 就算没有官宣 范冰冰也被偶遇了 在一些网友的照片中 我们看到了范冰冰 还是那么女神一般的存在 穿着打扮还是那么时尚 明星就是明星 大卡就是大卡 在任何场合 气场与气质 都是摆在那的 而范冰冰 显然是属于此列的女星 不过 也有人发现了一点 那就是 这样的范冰冰 与此前的范冰冰相比 的确瘦了很多 甚至可以说 是瘦了一大圈的感觉 这样的一种状态 也是麻令人心疼的 范冰冰 后发冰冰 首次被偶遇 人受了一大圈 网友 都手成如玉了 看到这样的范冰冰 粉丝们的情绪 还是很难平静的 对他们来说 还是希望这样的事情早日沉安落定 这样的话 最起码有一个结果了 如今 未有保持关注了 步骤